How many of you are going to read it, and that we'll all be there together? 我们都会与主一同在新天新地里面 Ever and Ezra 到永永远远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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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book, The Road to Hell 这本书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当时在英国的一本杂志当中 他们有一个广告 宣称这本书是我的自传 这本书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神迹的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亲笔 然后写 当时我把这本书的稿子写完 当时我本来要预备要去到意大利 在一个男士的特会当中做讲 所以我把这本书的书稿放在我的袋子里 在特会中间有收取的时间就有时间来教稿 然后当我抵达在那个城市的机场的时候 是凌晨抵达的 在很大的一个雨中抵达的 然后那个牧师开着车来接我 然后当时呢 我就推着我的行李箱跟我的手提箱 他就说你先上车 我把你的行李再放到车上 我们就开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去到他家 那他家就在那个声乐家的旁边 现在已经是晚上一点了 还是在下着大雨 所以我就从车子里出来 他把他的行李箱打开 把我的大的行李箱拿出来 然后就把那个车厢关起来了 我说我还有一个手提的行李箱呢 他说在推车上面只有一个大箱子 我的那个行李箱 我的手提行李箱是黑色的 他说没有看过啊 没有看到啊 我说我们必须要赶快回去啊 他说我说那是我唯一的稿子啊 我们就赶快开车回去机场 没有任何的推车在那里 我就去那个失误招领的地方 没有任何人拿回来行李 我就去找警察 他们向我微笑 你在意大利丢了一个箱子 意思是说 基本上不可能找到的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朋友的车库里面 的床里面睡着 我说主你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 你可以向我写明 你是否要这一本书来出版 因为我不想再重新写一次了 如果你要这本书出版的话 你要为我找到我的这个箱子啊 如果你不要这本书出版的话 我也OK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重写一次的 隔天我们开了一百英里的 到一个地点去 从Bologna去到Rimini 就是在Adriatic的海岸当中的一个城市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 阳光照 蓝色的海 非常美丽的沙滩 所以我早晨起来 就在沙滩上面散步 那有一个狗就跑来跟着我 我们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就走回到旅馆 在旅馆外面 有一位男士走向我 他把我的行李箱给我 然后就走了 我从外面再看过他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之前这个行李箱在哪里 这离那个机场 有一百英里之远啊 所以这一本书 就是这样子背后的故事 Bianca 这个办公室 谢谢大家